JBPYPTO 观察市场行为、品味、多风变化 带你赚请带你飞 欢迎得到JB频道 BTC行情,昨天非常关键 有效的下破25300一线 千低跌破 那最低价也是一度的跌破2500了 好 那当前的位置究竟该怎么操作 机会在哪 好 来讨论一下 太重要了 那昨天半夜我是熬夜啊 也是有开到空单 OK 凭空凭空 ETH空单 是吧 以太坊 比特币 还是非常不错啊 非常不错 所以 整体的话家总是 盈利大概17000美金吧 赚了台币大概51万 可以加个鸡腿啊 这样子 好 那其实啊 我们昨天半夜啊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跟单系统啊 自动单 其实是有开单的 即便你在睡觉 在你的美梦中 OK和中午下棋啊 一样呢 能够去获得这样的盈利啊 所以如果说 你想要参与 即便睡觉 也有机会 把握行情的话呢 只要 这边 点击我们的链接啊 视频下方 注册入金完成 兵材交易所 OK 注册入金完成 1000美金 就可以 加我们的跟单服务了 OK 跟单服务 但划算 即便睡觉 还是可以把握行情 OK 看一下 非常不错啊 那现在的话 注册入金还可以 享有最高可的 1000U的真U 是可提定的真U啊 OK 这活动的话 有限 OK 可以保证一下 好 所以这样的跟单服务 和这个活动 看一下吧 现在实际上是6月15号的这个中午啊 看盘面 OK 盘面看一下 好 我们来讲解一下吧 目前的情况啊 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这一波下破 它代表什么呢 好 我们看一下 昨天这波下破 我们先把这些线都删除啊 先删除 删除 OK 其实呢 前几天我们都有多次的强调到 我们的 目前呢 观点维持一致 中继结构 不可长于 组织的时间 对 是吧 量能和时空架构 才是形态的细节 不是楔形 你就一定能看涨 是吧 多次强调啊 是吧 多次强调 再看 观点不变 是吧 19500 找到3万1 4万5天 3万1跌到 7000这样的行情啊 有50天的震仗 57天的震仗啊 那 这样一个下下 这样一个楔形啊 已经不太可能是一个中继了 就是一个反转 是吧 所以呢 我认为啊 下跌还才刚开始而已 才刚开始 那 怎么操作吗 怎么做 该怎么搞嘛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 昨天这波下跌呢 它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我们看日线 日线来看的话 昨天的下跌啊 它已经跌到了 我们站了一个前高位置附近了 这些 是吧 这些位置已经是跌到这个位置了 请看 如果说你是支持五浪 上口行情的朋友 确准一下 目前的已经有变化了 一 呃 这一浪嘛 一 有没有 二 三 四 五 有没有 你想想看 但以后他发现了 第一个 四浪的时间 比三浪更久 是吧 我们强调非常多次啊 非常多次 是吧 震荡调整的时间 不能比主局是更久 是吧 调整结构 持续时间 是主局是上涨的 接近两倍啊 所以这个歇行呢 它不是中继 它大概率啊 是个看跌 反准结构 OK 非常重要 近几个视频啊 都一再强调这个观点啊 好 发现 如果说你看五浪发行啊 五浪上涨 四浪的调整 它的时间比三浪更久 合理吗 这不合理 但我们一浪涨起来 涨了大概有52天 下跌 跌了有17天 怎么办 对不对 那从 1950涨到321 涨了大概有 35天 那后续调整呢 有多久呢 调整有61天 60天左右 两个月 明显来说的话 这一段调整 OK 这一段调整啊 时长太久了 调太久了 已经不会是原本上涨中继了 所以呢 大概的反转 观点维持 同时呢 如果看五浪 五浪的话 一四浪不重合 一浪 二浪 三浪 四浪 五浪 四浪低点 它一浪高点 这两个位置 它是不能重合的 这个点 这个点 不能重合 我们把它具象化一下 如果你要具象化的话 你可以发现 一四浪不重合 什么意思呢 我们画起来 好 一四浪不重合 一二三四五 好 我们就这样画 我们这边画的稍微再宽一点 好 四浪不重合 四浪如果说 跌到一浪高点以下 对不对 这样的话 就不成立了 OK 就不成立 所以这一点呢 它不能重合了 一浪高点 和四浪低点 不能重合 那现在明确来说的话 非常明显的 目前一四浪 它已经重合了 代表说 目前来讲 已经不会走五浪上涨 OK 行情呢 只有盘整后反弹跌 或是它直接暴跌 这样可能性而已 好 那我们再看结构啊 结构来看它怎么样 结构呢 它是一个 什么 它是一个通道 下行通道 我们把这些高点删除 大家看一下 好 听明确发现 通道非常有效 上方一个 两个 三个处点 下方呢 一 二 两个点 对不对 非常有效 有效压制 那整体来说的话 歇行都不看了 因为歇行 它已经被跌破了 歇行 已经被跌破了 看一下 歇行被跌破了 已经破位了 跌破了 所以不能看歇行 我们看通道 看通道的话 我们看一下 看成通道的话 目前来说 还离这个下面价 有点距离 那下方有一个 非常关键的低点 我们标起来 在这一线 价位我们看一下 精确价位呢 它是哪里的 它是在 两万三千九百三十一 二三九三一 这一线为何重要 我们看一下 日线级别上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转折点的位置 你看这边 它是一个转折点 这一线 我们看一下 它是一个转折点 这一线 它是非常重要的 直升 如果说 我想 如果说 二三 三九三一跌破了 跌破的话 然后跌破的话 我讲 这就严重了 很可能会跌到两万啊 直接跌到两万左右 是有可能的 所以要注意啊 那当然价格在 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还没跌破 还没跌破 代表说当前价位 我认为是不可做空的 不可追空啊 我认为当前位置是不可追空的 我个人的空单呢 空单也是目前 已经去这样做一个 已经做了一个 止盈出场 平仓做落袋 盈利的动作了 OK 目前我是空仓的 没有做空 但是接下来还是看空的 依然看空 但是哪位置做空而已 是吧 我们看一下 看到短级别 如果说你要做空的话 可以等它反弹 比如说如果说 价格在这位置 盘一盘盘盘盘盘盘盘 然后呢 挫拉起来 高位考虑 找空点 或是拉到区间附近 你随便拉起来之后呢 拉起来 比如说啊 这边 他这边慢慢收回 然后走一个什么 证到上行 然后回测到 压力线 做空吗 考虑做空 那目标往下哪 往下哪 这样子 这样做 主要是看接下来波动啊 目前来看的话 还能还比较难去判断 OK 那 有点需要注意啊 为什么说当前位置不能追空 为什么不能追呢 第一个 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共识支撑位 日线级别是价位 对不对 除了它是转折点 你可以把它延伸 以整体结构来说的话 它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它非常重要 哪里重要呢 看一下 你看 哇 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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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跌 突破 突破之后的第一次回踩 对不对 一定有非常多人 准备买入 原本没买的人 没有买入的呢 踏空拉伸行情的人 会买入 会抄底 所以这里呢 会有一个潜在的买盘的力量 所以当前价位 225啊 我认为是不可追空的 不可去做空啊 非常不好啊 你可能直接空来低点 拉起来 然后又止损掉 很痛苦 好吧 当前位置的话 如果说你做日内短线的 还是比较适合去找做多机会 比如说 什么呢 看一下 上次在这个位置 他出现了一个拉盘 回放一下 当时的情况是怎样 当时的情况是什么 当时的情况是 那时候有一个什么 波段低点嘛 波段低点 然后跌破 跌破之后呢 它出现这样的位置 盘整 然后呢 这样 拉破拉起来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右侧区最多机会 目标 我上拉 对 我上拉 我上哪 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的机会 价格后续也是硬程拉伸 所以如果说你当时你跌破之后呢 直接在第一位这边去追空 你直接追空的话 直接追空的话 你追空 你发现什么呢 哇擦 拉起来 爆了 是吧 你直接爆掉了 你成为市场上的有动性了 OK 所以 目前位置啊 还在小心啊 因为你看 大级来说 这个位置 它是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撑位 最核心的位置 基本上我可以把它称为啊 多头防守底线啊 如果说它跌破了 我告诉你 下一关啊 只要223.9 24一线 它有效跌破 下一线 就是2万 下一线 就是2万一线 OK 所以这线我认为啊 2万4一线啊 还是很难一次跌破的 可能盘盘盘盘盘盘 然后又给它拉起来 又给它拉起来 是吧 所以短线上我们关注啊 有哪些价格行为 比如说呢 如果说晚上呢 先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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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跌破收回 然后呢 多头爆具量拉起来 或说多头爆个量 拉起来 比如说我们画的更精确一点 我们用键头好了 键头啊 比如说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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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跌破 就立刻收回 拉起来 构成一个什么呢 构成一个吞没结构 同时下方爆出 多头不错量的 你就拉起来 爆出多量的 多头爆出来 然后出现这样一个吞没结构 吞没 那这会是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开拓机会啊 是吧 所以关注一下 最好的案例啊 就是我们上次这个位置 你看 向下跌破失败 然后出现这样一个看拓信号 是吧 看多的信号在哪位置呢 在这个位置 是吧 看多的信号 出现了买入 那后续的话就盈利了 那目前的话呢 当前位置去注意 是否有这样的机会 我认为呢 还是比较理想的 因为跌破前一周 跌破之后 它跌破的位置啊 跌破之后呢 你看 它并没有很大的延续啊 它并没有大幅延续 所以 很有可能啊 跌破之后还会收回 然后又往下拉起来了 是吧 还要注意的 但整体的框架 是维持这样一个 正当下行的 一个阶段 OK 好 整体啊 短线我们做个总结吧 短线来说的话 我认为短线上是看涨的 短线我认为 短线上较大几率啊 打到这样一个 共识之正位啊 排一排之后呢 它还是怎样 它还是会拉起来 它还是会拉起来 还是会拉起来 但是在以一个 更大的框架来说的话 更大的框架来说的话 我认为接下来 持续的线上下跌 是避不了的 大股下跌呢 我认为是会来临的 目标的话 看两万 两万附近 我认为才是一个 相对较大几率啊 会到的价格啊 两万位置 这位之外 也是我们原本 拉升那些涨点嘛 对不对 接线 再来大概两万一到 两万左右 的位置 我看一下 所以一样维持观点 观点维持不变 前几天啊 一再的强调 是吧 上涨机会 已经不多了 已经不多了 OK 已经不多了 看涨不成立 OK 调整时间呢 上涨调整时间 调整结构的时间 不能是主局是更久 你看 这个观点的话 我们一再强调 OK 目前的话也是维持的 上涨调整后 已经61天了 两个月 那上涨只涨了35天 它是没有办法去维持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怎么讲 框架是不对的 调整震荡 它不能比原本的 主要局势更久 已经明显太长了 后续的话 大概率会走反转 OK 所以观点 已经会一直不变了 OK 好 那以上内容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 点赞 那 想加入了一个 内容啊 服务的话 可以加入 是吧 晚上几点睡觉 你没有时间看盘 还是一样能够保护行情 OK 保护一下 好吧 注册入侵完成 可以加入了 OK 好 以上观点 喜欢点赞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看来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